如果以后真的成立了专区 性工作合法化 只能在这个专区里面的话呢 以后可能就会比较少见 所谓的警方破货应召战 小姐走出来了这样画面 应该就比较少了 台北市警方破货了 近年来最大型的应召战 这个应召战的负责人呢 长得这个样子 很多人说哎呦 长得真是漂亮啊 所以呢叫她最美丽的老板娘 但是呢 她旗下的小姐私自 却是叫她后发布 为什么呢 因为她对小姐非常之苛刻 被抓到的应召战女郎 各个长发披肩 双腿修长 走在第一个的女子 虽然用外套盖着头 却遮不住窈窕的好身材 她就是安安应召战的负责人 号称最美丽的老板娘 安姐周素云 周素云36岁 仍然风姿错约 但她却是员工眼中的后把物 她共用的抠客员工表示 周素云不但常骂人 工作规定也很严格 除了利用电脑装设 远端监视器监看 还规定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 只能上三次厕所 员工之间也不能交谈或是联络 一旦被发现违规 就会被扣5000元薪水 这个集团的扣客小姐 扣客的待遇底薪是 现代币2万元左右 那只要求每个 每天都要扣到5个客人 警方调查周素云和男友 共同掌管旗下的安安引召站 警方在她的租屋处 骑出约200万现金 并带回应召女郎 员工马夫等15人 可以说是近几年来 破获最大型的引召站 这段新闻台北 这么不倒